蓝胖子喜欢小白猫却不敢表白 舔狗大熊被镜香玩弄于鼓掌中 陈世间的情爱总让人捉摸不透 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话说蓝胖子最近为你不振 吃个饭都无精打采的样子 不留神把大熊碗里的菜都吃了 也不知道蓝胖子到底怎么了 大熊以为蓝胖子哪个零件出问题了 于是就想去问问他怎么回事 结果看到一个怪物影子 吓得大熊以为是猫腰来了 仔细一看原来是蓝胖子的影子 原来他给自己安装了一副纸质耳朵 蓝胖子本来是一只猫型机器人 意外失去了一双耳朵 谁不想要个完美的外表呢 可这副硬纸板做的耳朵太烂了 以前蓝胖子都不在意 大熊问他到底遇到了啥事 蓝胖子说自己正烦着呢 一听这话大熊乐开了花 一个机器人会有什么烦恼呢 大熊的态度让蓝胖子很生气 意识到错误的大熊赶紧向蓝胖子道歉 还说自己会尽全力帮助他 蓝胖子悄悄说了自己的烦恼 原来他又有喜欢的小猫咪了 大熊都替蓝胖子脸红了 蓝胖子一生气大熊才说不会笑他了 大熊问对方对蓝胖子是啥想法 蓝胖子感觉人家肯定没啥想法 大熊让他去问问 羞红脸的蓝胖子说自己不好意思 大熊鼓励蓝胖子去问问 一个人烦恼又没用 半路上蓝胖子忽然震惊了 他看到自己喜欢的小白猫在房顶 蓝胖子顿时惊慌失措了起来 一股脑钻进了大熊怀里 大熊让他过去表白 平时的他可没有这么害羞过 蓝胖子鼓起勇气爬上电线杆 来到房顶却不敢往前迈步了 小白猫在安静地睡觉 蓝胖子脚下一滑 噼里啪啦摔到了地上 但他忍着疼痛又爬了上来 小白猫还在睡觉 蓝胖子唧里咕噜不知说的啥 小白猫疑惑地看着他 蓝胖子感觉不好意思了 走起路来都顺拐 一路小跑马不停蹄回到了家 大熊也赶紧跟着蓝胖子回来了 进屋一看震惊了 蓝胖子竟然在错自己的皮肤 大熊顿时被吓了一跳 赶紧上前拦着蓝胖子 可他又拿出了大锤子 大熊夺过大锤子 让蓝胖子冷静一下 蓝胖子一点自信都没有 直言自己这种人就是不行 大熊问他对小白猫说了啥 蓝胖子说今天的天气比较中等呢 大熊又问小白猫说了啥 大熊听了有点惊讶 没想到小白猫说话这么过分 蓝胖子说 他只是用那样的眼神看自己 原来人家没说那种话 可蓝胖子始终没胆量表白 大熊让蓝胖子振作起来 不要那么在意外表 人类的价值体现于内在 蓝胖子一听还真有道理 大熊提议给小白猫送点礼物 干键鱼片就是不错的选择 蓝胖子怕熊妈知道后生气 大熊却说没事 毕竟蓝胖子经常帮自己 这点小事根本不叫事 听了这话蓝胖子都感动哭了 送礼物是与对方认识的契机 不知道说啥 大熊说随便 蓝胖子说今天的天气中等偏上呢 大熊建议换个话题 比如说梦想啥的 蓝胖子说 他做梦吃了一百个铜锣烧 大熊让蓝胖子说出喜欢俩字 蓝胖子说自己每天都喜欢吃铜锣烧 大熊对蓝胖子这会无语至极 大熊让蓝胖子改变一下心态 要相信自己是世界第一棒的 没有比自己更优秀的猫型机器人了 这点蓝胖子还是有自信的 即便不是第一 在猫型机器人中也是名列前茅 蓝胖子终于有自信面对小白猫了 一听这话蓝胖子又感觉自己不行了 大熊一看老这样也不行啊 于是打算给他做个示范 大熊带蓝胖子来到了静香家 跟静香做了自我介绍 还说想跟他交朋友 这话把静香都整扔圈了 大熊拿出准备好的礼物要送给静香 静香当即表示了感谢 伸手要接识大熊去拿回去了 还提醒蓝胖子送礼物要爽快 大熊夸静香是位聪明又漂亮的女孩子 静香听了这话小脸羞的通红 大熊告诉蓝胖子要说恭维的话 静香一听生气转身不理大熊了 大熊却说还要继续呢 只见他自然而然拉起静香的小手 直言自己为了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听完这话静香很是感动 立马打了一个电话 说已经找到替自己看家的人了 舔狗大熊舔过了头 不得不替静香看家了 谁让他说愿意做任何事呢 原来静香要跟小夫去滑冰 大熊不小心替他人做了嫁衣 你说大熊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 蓝胖子问他接下来怎么办 心烦的大熊让蓝胖子自己去想 蓝胖子埋怨大熊没责任心 一抬头又看到了小白猫 他还在房顶上睡觉呢 蓝胖子的小脸又红了 定了定神 看了看手里的礼物 蓝胖子决定全力以赴 他带着礼物来到了小白猫面前 小白猫一扭头 把蓝胖子都看害羞了 没想到小白猫主动说话了 问蓝胖子有啥事就说出来吧 蓝胖子也不再扭念 问他愿不愿意和自己交朋友 小白猫答应了 蓝胖子一听激动地跳了起来 随即跟小白猫玩到了一起 两只猫在房顶跳来跳去 最后在静香家房顶唱起了歌 大熊都不耐烦了 直言他俩吵死人了